俗哥说电影 报警能成总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梵蒂冈录像带》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2000年以来 梵蒂冈一直都在调查一些无法解释的诡异现象 从90年代开始 很多案件都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存放在了政务馆 红衣主教王德白和接班人老抽出 观看了最近才传过来的一段录像 是关于一个行为异常的金发妹的资料 金发妹在录像里显得非常的骄荡 爆皮劲一上来 附在身上的恶魔马上就露出了真面目 把王德白和老抽出都吓了一跳 王德白说大伙来了啊 赶快去召集人马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闪回到了两个月前 这个金发妹是个好奇心比较强的女孩 整天就爱研究一些鬼啊神的封建迷信的玩意儿 她爹地忧郁初是个开飞机的 整天满世界下流了 单身爸爸忧郁初 视自己的闺女金发妹为掌上明珠 那可真是含在嘴里啪话了 拿在手里啪炸 这天正好是金发妹的生日 她男朋友拴住和她老爸忧郁初 以及一些好朋友 热热闹闹的为金发妹倾入了生日 忧郁初是死看不上金发妹这个男朋友 认为小白脸没有好信仰 总担心自己的闺女上了坏人的道 本来这气氛非常的和谐 可是切蛋糕的时候出事了 金发妹一不留神把手给划破了 一帮人急忙把金发妹送到了医院 忧郁初在医院里也认识了神父小胡子 虽然这个小胡子是个话牢 但由于刚认识两人也没聊那么多 金发妹自打从医院出来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就开始不一样 不仅经常会感到口渴 而且都没瞪就发火 金发妹和栓柱坐着公交车出门的时候 突然几只乌鸦袭击了公交车 并且还在金发妹受伤的手指头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对于金发妹的反常表现 栓柱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也没想那么多 晚上栓柱正在做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金发妹有些不正常 金发妹的一声尖叫 由于说和栓柱全都吓叫 两人没敢耽搁 急忙把金发妹送到了医院 为了摸清金发妹的情况 医生建议金发妹在医院住一晚上 到了后晚夜 附在金发妹身上的恶魔有些蠢蠢欲动 但此时电影才演了二十分钟 恶魔觉得现在折腾了为之上脑 转过天 拴住拿着鲜花到医院看望金发妹 恶魔一看这孙子就会整着虚头八脑的 于是猛的一发工就把花给弄尿了 金发妹坐在车里通过后视镜 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变化 可把她吓得不轻了 三个人坐着出租车回家的途中 恶魔一看机会来了 指挥的金发妹去向司机的方向盘 司机可没料到金发妹回来这么一手 出租车很快就人羊马盘底上听了 神奇的是 除了金发妹受伤比较严重 其他三位基本没什么事 对于金发妹的这种行为 吃瓜的忧郁叔和拴住 想破脑袋也绝对想不到 这事居然是恶魔感 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月之后 金发妹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医院觉得再这么下去也是狼命上台 不如干脆把管一拔 大家都庆祝 神父把医院的意思跟忧郁叔一说 忧郁叔马上就同意了 毕竟每天巨额的医疗费 已经让这个中年男人快扛不住了 恶魔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心想这帮孙子可真够心狠手拉 一个口口声声说金发妹 是自己的天心小朋友 一刻都不能少 另一个诅咒发怨说海枯实乱有不便 可一到这事上全都翻脸不认账 金发妹要是一段气 接下来马上就到了火化的城区 那么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宿主没了 一想到这儿恶魔可就坐不住了 于是猛的一发功就让金发妹七死回生了 医生一看也蒙全了 心想这该嗝屁不嗝屁 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到了后晚夜 金发妹走出病房摸到了出生婴儿的房间 打算把一孩子给淹死 但她的行为很快就被医生们给发现了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医院 一位黑人警察在询问金发妹的时候 突然就被恶魔控制了一尺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用灯泡给戳下了 神父小胡子一看就意识到遇上大麻烦了 为了摸清金发妹的情况 神父劝说忧郁叔把金发妹送到一家专业的评估机构 金发妹趁着自己还清醒了 把切身的感受给川主说 说自己被某种东西给占据 很多行为自己已经说了不算了 机构的龙套姐是个专家 但生活作风不太好 恶魔把龙套姐干的那些龌龊事全给抖了出来 把龙套姐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回屋之后恶魔又开始闹药蛾子 在她的蛊惑下 那些本来精神就不是很正常的病人全疯了 这帮人一个个大哭小叫又打个刀 把屋里折腾的是极为狗套 机构的领导一看这个情况 急忙把金发妹一个念走 在查看了所有关于金发妹的资料之后 红衣主教王德白决定亲自出马 去跟这个恶魔大战三脉回合 一天晚上 红衣主教王德白踢着白宝江来到了优秀术家 拴住是个无神论女 驱魔这种事他觉得就是扯淡 王德白一眼就看出来 王德白说年轻人呢你还是全恋 扯淡不扯淡谁说了也不算 我们这都是科学 你可不能不信心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金发妹被带了进来 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恶魔虽然法力强大 但红衣主教也不是白吃饭 为了烘托气氛的 忧郁书神父小胡子和栓柱 负责在旁边站脚诸位摇起大海 刚开始双方都摸不清对方的底细 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大家显得还比较文明 王德白很快就从金发妹的嘴里掏出了三个鸡蛋 这三个鸡蛋可是有讲究了 都是散养的土鸡蛋 分别代表了胜负圣子圣娘 本来恶魔想以静之动见招拆招 但随着王德白的步步紧逼 恶魔一点缠不住气 开始主动进攻 打算跟王德白来个鱼死网坡 王德白也没客气 上去就用大铁链子把金发妹的锁上 然后开始往金发妹身上泼圣水 恶魔刚开始还跟那儿装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终于私下伪装说出了心灵话 原来这个恶魔呀 想假扮上帝骨骼大众 从而让自己得以重生 王德白一看这孙子这么不好对付 于是从盒子里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打算一刀把金发妹给捅 神父小胡子说 主教大人你就是个法盲啊 咱只负责去魔不能杀人啊 王德白说他已经变成恶魔了 居使去不走了 只能把他给宰了 恶魔一看王德白来者不善也不敢怠慢 把鸭枪底的本事全使出来 王德白上去就是一刀 但恶魔冷笑一声 拔出刀就把王德白给捅死了 紧接着恶魔突然一发功 除了小胡子和金发妹 忧郁叔和拴出的气氛当时就差了清了 三个月之后 神父小胡子来到了范基冈 见到了王德白的接班人老抽叔 老抽叔带着小胡子 见识了那些被恶魔附身的影像资料 两人通过电视新闻 得知金发妹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替很多病人治好了绝症 并且因此而得到了很多人的追随 老抽叔说 启示书上显示 有一个人将会模仿净 而被骗的人们会崇拜这个假冒的先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押经嘛 要说恶魔真母义为了生存净手起 不仅要给人治病 还得假扮是上帝